刚刚讲到这个赵子龙嘛 因为这个赵绍康 赵绍康就对于民进党对侯友宜的攻击 他就说侯友宜刑警出身 怎么会是傀儡乱扯什么东西 我是侯友宜的赵子龙 我去战场是打胜仗的 我是先锋部队清理战场 让侯友宜顺利当选 民进党不要挑拨 候选我当副手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互补嘛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有人就是可能看 比较常看陆剧还是看韩剧之类的 他就说了哦 这位立委小姐就说了 侯友宜才刚刚甩掉柯文哲 没想到就找了赵绍康来冲康他 赵子龙七进七出救阿斗 所以侯友宜是赵绍康认证的阿斗吗 当当 好有读过三国演义的人 这时候大概就已经从桌上叠下去了 因为赵绍康马上就说 拜托我对三国历史你叫做颠倒扭曲 因为这个 赵子龙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辅佐的是 刘备好吗 他是帮刘备打天下的 怎么会是阿斗啊 哎呦我帮帮忙啊 人家侯友宜是刘备啊 不是阿斗 回家好 我跟你讲我刚开会的时候就跟制作人说 我今天马上上网要去买三国演义 那个有注印版给我家小孩 回家好 补课一下 这样不然这样不得了啊 这样叫下去以后都搞得乱七八糟 没有啦其实现在很多游戏 有三国演义的游戏啊 但我不让他玩游戏了 这种游戏有玩的人就会知道说赵云是什么样的角色了 所以现在应该我就刚刚讲说这个 这个一讲出来应该很多人都 怎么会这样子 你好像有点搞错了 好 再来呢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讲一下那个美国三个学者 好啊好啊 来来来来 刚刚因为刚是让施政风老师先讲 来 其实这件事情是严肃的一个事情 大家 赖清德这边呢 不断的对外宣传说 没有依赖论 就美国没有怀疑赖清德 这篇文章就是 标标准准的依赖论 就是跟赖清德说 你让人不放心 你再做一件事情让我们放心 不然的话干嘛要去投书 这三位学者在 民主党的学者字库当中是有分量的 不管是葛来仪啊 白杰西啊 柯庆森 他们其实都是有分量的 所以联手一起来写署名 而且投书的 的那个期刊是外交事务 那只要稍微对美国的政治 但是有一点了解的话 外交事务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分量的 他就是要写给你看到的啊 所以他写的 他这里面的内容 里面提到了一件事情 他说不管谁当选下任总统 都要让中国大陆消除改变现状的疑虑 换句话说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现在台湾有让中国大陆觉得 你们我们正在改变现状 所以你们要改变这 你们你们要把这个疑虑给消除 不管谁当选 这个讲得很公平 他说但是赖清德当选的情况下 这种担保的需求会增加 这不是标标准准的依赖论吗 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你会让中国大陆的疑虑增加 那因为你会让中国大陆的疑虑增加 所以两岸之间发生战争的风险会增加 因此你要多做一件事情 你要宣布冻结台独党纲 这样子大家都比较相信你 所以 所以意思就是说 萧美琴没有发挥任何的功能 当然我认为这三位学者 基本上还是希望赖清德能够当选 所以他才会提这样的建议 可是这个建议的背后就是 你太不让人信赖了 所以你要多做一件事情 请你冻结台独党纲 所以现在并不是 蓝银的人要你废除台独党纲 是美国人哦 现在是美国在喊话了 赖清德你不让人信赖 所以拜托你冻结台独党纲 请问一下 疑美论有比这个更直接的 不是 疑赖论有比这个更直接的疑赖论吗 明天啊 刚刚斌哥说 巧欣最好在现场就直接说 我是现行犯 你现在来抓我 赶快来抓我 看这个警察会怎么样了 那总之等一下三点半 现在是三点二十分 等下三点半预计 虚晓星会开记者会 如果有现场 我们会随时带你到 这个现场来看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继续来讲 就是选战的部分 刚刚这个 丰英姐也讲了 赵子龙 赵子龙 赵子龙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孩子们要好好 就历史叉叉这样子 对对对 要好好读书啦 我这边提一点 就是说当然这件事情 就民进党现在主攻 赵少康 然后就讲一大堆什么 是你在选总统 还是那个侯友宜在选总统 就类似像这样子之类的话 其实就是要挑拨 侯友宜跟赵少康 如果说呢 他们接受了这一个挑拨 然后赵少康就闭嘴了 那对于这个民进党来讲 就捡到了这样子 如果侯友宜因此呢 在任何的言辞当中 保持了一点点的疑虑 那之间就分化了 那完蛋了 那彼此之间就分化 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其实能够感受的 或者我其实真的知道 就是侯友宜跟赵少康 早就沟通好这件事了 赵少康不是不知道说 他自己会成为标靶 因为赵少康也不是吃素的 跟许小师那样 他也不怕 那他自己知道 他不怕是一回事 那他也很清楚的 让侯友宜知道说 我会变标靶 那这个时候 人家打我的时候 那你自己要承受得了 侯友宜其实是很坚定的说 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情 我如果不知道 我怎么会找你 对不对 就我们之间的互补 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 有的时候当然是单独讲 可是彼此之间 一直在相互的 Cover 对不对 互相Cover 互相丢求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场景 就是可能很多记者 喜欢问赵少康 那刚好侯友宜是在旁边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 赵少康讲的话 侯友宜在旁边不但笑 而且就一直点头 一直点头 一直点头 就是他有多么赞成赵少康的话 那这个特质是重要的 就表示说所有的分化 不会发挥他的功用 对 那我觉得他 所以他 所以昨天侯友宜他的回应是说 什么架空架空我 我告诉你有自信的人 才会用有能力的人 所以他肯定赵少康是有能力的人 但是他自己是有自信的人 所以那这一个 他怎么越来越会讲话 据我了解 侯伴的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写稿的小组 最近越来越轻松 是他自己讲的吗 我不知道 他现在 我觉得他越来越有自信之后 他很多的话都 就是越来越坦然的讲出来 他说他们以前帮他 都要写的就是很仔细 他说他们现在不太写了 因为他上去就 对啊 就上升了 所以我喜欢这一句话 事实上我欣赏这样的领导人 我一直认为呢 这世界上没有最厉害的领导人 只有能够用有能力的 好的领导人 就是如果你周边的人 都比你厉害 这样的领导人不是比较好吗 对啊 我最怕的其实就是 因为我怕别人比我厉害 所以我用的都是 比我蠢的蠢材 那不是比较糟吗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 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Beta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